大年初一的中午 一法国男子走到大街上 路过公交车时 看到有婴儿闪过 被他注意到 连忙跑到汽车的后视镜查看 他居然变成了三岁时的样子 简直难以置信 他走到酒店的镜子旁 婴儿的动作和表情和自己一模一样 他的心情瞬间变得愉快 跳舞时 一个美女经过 看到自己变成了萌萌的样子 挠了挠头 镜子里面的动作依然很一致 两个黑人小伙路过 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 他们开心极了 好神奇的镜子 看到大家的心情变得无比开心 各式各样的动作层出不穷 有举重的 模仿鸭子的 这群大人 开心的 就像是一个孩子 已经把昨天所有的不开心 抛到了脑后 仿佛真的回到了小时候的样子 老人牵着狗 看到自己的样子 很萌 很可爱 和大家一起跳了起来 这是一段非常治愈 男人开心的短片 希望大家甩掉2020年的所有不开心 大聪明和魏乐乐 在这里给大家拜年 祝屏幕前陌生的你 财云广进 极星高照 红韵当头 幸福围绕 身体健康 一生平安 万事顺心 笑口常开 新年快乐 牛年吉祥 每天能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 抛开一切烦恼 让我们共同努力 让烦恼和2020年一起随风而去吧 我是大聪明 喜欢的请关注 点赞 非常感谢 下个故事更精彩